然后去双井 4-10 4-10 然后去选择 海淀黄庄 你会觉得学英文很难吗 你是北大留学生吗 What's up guys 我是可爱老胖马思瑞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大学 想看这边学生的英文怎么样 之前我们去过一趟北外 发现他们说的挺不错的 完了 你忘记我吧 我也忘记你吧 那你觉得陪大的学生 跟他们相比会是什么样的呢 Let's go Okay What are you studying Studying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 But do you think English is hard? Is it hard to learn? I think if you need to get professional with this kind of I think it's hard but for the communication I think we just ne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I think it's hard Okay 那你喜欢学习英语吗 我觉得 你得 对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觉得英语如果是为了其实你自己在用 就是你不能性的去学的话是Okay的 Okay 没有特别更多的兴趣 比如说为了文化或者更多的 也可能因为我没有出国去交流过 所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文化被子 所以你就对英语学习不太感兴趣 一般般 Okay All right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拍一个小视频 就是我的摄像在这边 每次拍这样的视频就感觉有点尴尬 因为我不想让人感觉不舒服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最真实的反应 可以看他们英文怎么样 但是反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其实我最喜欢拍这种视频的一个方面 就是在我换成中文之后 这些人的表情 肢体语言什么的就会彻底改变 其实你看这个女孩一开始有点点简单 但是呢她英文挺好的 就是不管是日常交流 还是这种出国旅游什么的 她完全没什么问题 而且她不喜欢学英语 Oh by the way 其实我刚推出一个旅游语课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那我就会在视频的最后说更多的细节 But back to the video What's your major? What's your major? I'm majoring math Math? Okay Your English is pretty good Do you guys have to take English classes here? No No I'm a...I started with a math at the university of...I married university Okay 那你会觉得学英文很难吗?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I came here with a friend And he got called to go meet a teacher And I'm kind of lost here inside Somewhere warm Is there like...is there like... Is there like... Is there like...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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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i hello hello Oh hi Oh my god He's missing his sight Oh my god Inizer 材料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Tom Oh my god I go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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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北大这边学生英文水平一般怎么样 本科的英文水平都很厉害的 但是你现在上的是研一研二 研一 对 你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英文怎么样 还不错了 就是高考的时候英文也是1478的 but what happened 另外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看这些反应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怎么样 而且我真的发现有很多人说的特别好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大学的英文水平更好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下 我可能下山就会去内 所以你现在在哪个季节呢 我现在三个季节 你三个季节吗 你什么学习呢 科学 科学 你们还要去英文学学习吗 它根据你的课程当你进入学校 它会给你一个课程 然后等于你的课程 你会有不同的课程 你会有不同的课程 所以你会说 那些人在北京大学说英文 可以吗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因为 很多课程中的课程 没有很好的 文化 你的英文是很好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曾经有人告诉我这句话 但我真的不明白 什么意思 好 可以 我找个正确的方法 我找个正确的方法 它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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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句话 是一句话 有些人是很酷 但他们其实很有趣 但是他们可以很有趣 你会知道他们 没有一个课程 它不是一个课程 它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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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门操吗 不 不 因为我 你知道 我 我觉得这句话 只是 可能是一句话 可能是一句话 所以这可能是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门操这个词 真的特别难翻译 我在中国这八年 从来没见过 特别特别恰当的解释 我觉得我听过最好的可能就是 你会觉得学英文很难吗 哈哈哈哈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解释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 哦 你在这里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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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北大的留学生吗 不是 我们今天再拍一个视频想看 北大学生英文说的怎么样 哦 在这里 哈哈 好吧 我会去拍了那个 麦克风还是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 不会说中文 不会说中文 哈哈哈哈 我我一直戴着耳机 所以我 他一直能听到我们的说话 操 所以你有那个 OK 是的 您记得习真的吗 哈哈哈 他 你学习英语在中国吗 对 对 你花时间跟外国人员吗 不真的 什么 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学习了 在高中我计划去外国 我学习英语很难 我计划去外国 好 好 那你会不会觉得英语很难吗 你会说中文 还行吧 说得很好比我说英文好 没有没有你英语说得特别流利 你还有点东北味的感觉 东北味不是我 我在北京算上八年了 不是 你真说得挺好的 没有没有 但是还是 应该有比我更 很多比我更 真的吗 好 OK I want to find them I want to find them 那你可能就没有发现 但是真的有一些选生 中文、英文都说得这么好 我就不太确定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别的国家吧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别的国家吧 What do you guys study here? Accounting Accounting Your English is really good You Are you Chinese? Do you see that building? It's the one behind this one The second one over there The gray one Everything's gray here No I mean the lighter gray Okay Yeah Learning English hard do you think? No 那这边所有人英文说得很好吗 你觉得 中文说太好了吧 还行吧 就是来中国时间长了 Wait Why do you have like a东北 accent? 东北 不是我在北京翻成八年了 真的吗 我有点分不出来北京跟东北 你哪儿啊 台湾 听出来吗 你呢 我是韩国人 蛤? You're Korean? Yeah Oh! OK 什么感慨 什么感慨 英文超好 What are you studying? We study in neuroscience OK You guys all speak English here in the university? We're all Chinese so we communicate together with Chinese I think OK Do you guys I mean do you ever hang out with you know foreigners or Yeah OK That's because I mean your English seems pretty good OK Have you studied abroad ever or Have you ever studied in a different country? No OK 你觉得学英文很难吗 台湾 你去台湾吗 是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看一下北大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就想出来看一下北大学生英文水平怎么样 你怎么呀 我这么重要 而且你有北京想 Thank you 就是昨天很多人都跟我说都东北口音 我就觉得啊 看你不爽 我还在想你不是要去开门天吗 你怎么聊着了 怎么了 就是我们迷路了呀 不知道怎么走 最终我还是发现北大学生的英文真的说的很好 所以非常感谢 所以愿意停下来跟我聊聊天的人 然后北大 允许我在这边拍这个视频 还有其实还见到了一些粉丝 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如果你在外边遇到我 其实就可以过来跟我打个招呼 我即时提到的这个旅行语课呢 我是在美国固定了一个GoPro在这儿 然后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 就是我觉得你旅游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情况 然后就把它总结出了一个12天 36个场景 150多个表达 最基本的最高频率的一些表达 1月6号开课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课程度上 Chris English 06 Chris English 06 要几分多的细节 149块 但是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如果你想这个视频记得关注点赞 转发 然后留个狗说一下 我下次应该去哪拍这样的视频 最爱心三 爱你们 拜拜